哈喽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来 这里是既不甜也不辣的甜辣 其实在近几年呢 电动牙刷特别特别特别的火 我之前呢也一直在观望 这边有个小姐妹是买了个电动牙刷的 然后她自从买完之后就疯狂给我们案例 说她买完之后生活幸福感都上升了 我当时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这里这么夸张吗 所以呢我就去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功课 那么接下来呢我就来跟大家讲一下 电动牙刷跟普通牙刷相比到底好在哪 那么第一点呢不得不讲她这个电动刷头了 电动牙刷都有一个高频摆动的一个刷头嘛 她这个刷头呢就能够很高效的完成整个刷牙的流程 其实也不是说普通牙刷不能做到 但是呢刷牙是一项技术国 你如果想要达到像电动牙刷那种效果的话 你就要需要用特定的手法 然后以及特定的力度 还有特定的频次才能达到那么完美的效果 如果太轻的话你达不到清洁力度 如果太重的话你又容易伤害你的牙齿啊 还有你的牙齦什么的 但是电动牙刷就不一样了 它非常的方便 它已经给你设定好了 它那个频率的振动 所以你只需要就这么轻轻的移动它 然后让它清洁你的牙齿就OK了 所以不得不说电动牙刷非常适合懒人 像我这样的懒人 第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牙菌斑这个东西 牙菌斑是一个生长于你的牙齿表面 还有牙齿之间的一个细菌性生物膜 简单来说呢就相当于细菌在你的牙齿里面 阿拉加那个加呢就叫做牙菌斑 牙菌斑就是细菌它们的生长的一个社群 听我这么描述你应该也能知道 牙菌斑可能会造成非常多的牙齿疾病 电动牙刷呢会比普通牙刷更能清洁掉38%的牙菌斑 所以对于口腔卫生和健康方面来讲 电动牙刷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还有一个我相信非常多的人都会问的一个问题 就是电动牙刷到底能不能美白呢 其实啊对于一些你喝咖啡喝茶 或者因为不好的生活习惯 比如说抽烟喝酒什么的 而成的口腔牙刺 对于这种口腔牙刺呢 电动牙刷还是能起到一定的效果的 但是这种效果呢是需要你长期的使用电动牙刷才能看到的 以上呢就是我总结出来的电动牙刷比普通牙刷要好的一些地方 个人觉得入一款合适的电动牙刷还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那么下面我们再来说一说如何挑选电动牙刷呢 其实关于电动牙刷的挑选呢 主要还是要看几个方面 第一就是看它的刷头 第二看它的续航能力 第三看它的防水能力 第四看它的功能性 第五性价比也是要考虑的 当然还有第六颜值够不够高 那么说到现在呢就来给大家推荐一下 我现在正在用的这一款电动牙刷了 我觉得我现在用的这款电动牙刷 从这几个方面来说都是非常非常棒的 这一款现在X100电动牙刷 那么首先我们先来从它的刷头说起 它的刷毛呢是美国杜邦刷毛 现在市场上的电动牙刷一般使用两种刷毛 一种就是普通的尼龙刷毛 一种呢就是美国杜邦刷毛 普通的尼龙刷毛呢跟它的生产的产家 还有它的性质呢都非常的两有不齐 但是美国杜邦刷毛呢就不一样 现在市场上很多电动牙刷都在用美国杜邦刷毛 因为杜邦尼龙刷毛呢是市场上比较有名的一个牌子 它们家的口碑也比较好 它们家的刷毛呢要比普通刷毛要好用很多 因为它们家的刷毛非常的柔软 所以你不用担心你牙齿会敏感啊什么的 它的刷起来非常的舒服 这种软毛的刷毛呢也特别特别适合敏感呀 如果你有牙印出血的状况呢 你也不需要担心 像这种软毛呢完全没有问题的 而且电动牙刷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你的眼影出血的状况 然后我的这款电动牙刷呢它最贴心的一点 大家可以看到它有很多的颜色 很多人应该都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该换这个刷头呢 那这个说明书上就已经写了 当上面这个蓝色渐渐变淡的时候就可以换下一把刷头了 第二续航能力 电动牙刷要充电这个应该大家都知道的 如果一个电动牙刷的续航能力非常差的话 那是非常折磨人的 比如说你想出去旅行 你想出去出差啊或者怎么怎么样 这样的话你还要带一个电动牙刷的充电器 太折磨人了 虽然平时在家里没用几次就要充电 那谁还会用啊 这款电动牙刷呢第一次充电需要16个小时 电子产品第一次充电都比较久 大家懂的啊 之后呢你只需要充电8小时就好 充满一次电的话可以续航一个月 所以如果你在这一个月中你又想出去出差呀 想旅行啊也完全没有问题的 你都可以带它去的 你都不需要带电动牙刷的充电器的 非常的方便 第三防水功能 从我目前的使用状况来说 这款电动牙刷的防水功能还是非常强的 它是全身都是防水的 而且防水级别呢是IPX7 这就意味着呢你就算把它进入水中 也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第四我们来讲一下这款电动牙刷的功能性问题 现在X100的这款电动牙刷呢 一共有五个模式 分别是清洁模式 敏感模式 牙音按摩模式 美白模式 还有抛光模式 如果你第一次使用电动牙刷的呢 其实我还是蛮推荐你使用这一款的 因为第一次用电动牙刷 说实话可能会不太习惯于它的振动 它有一个最低档的 就是这个按摩模式 你可以先用这个模式先过渡一下 如果你习惯了 然后再使用清洁模式 那么牙齿比较敏感的呢 你也可以用第二档敏感模式 美白和抛光呢 就是去牙字 还要让你的牙齿变得更白更亮 如果你想要美白效果更明显的话呢 推荐大家搭配一些美白的牙膏 跟这一款电动牙刷一起使用 这样子搭配一起使用呢 效果会更加好一点 这款牙刷呢 价钱呢 是200多一点点 所以总的来说 我觉得这款性价比真的非常非常高了 而且它有五个模式 我知道关注我的人 一般都是学生的 或者刚上班的 大家呢 一般也不愿意花特别特别多的钱 在电动牙刷上 所以这款电动牙刷呢 不是很贵 如果你从来没有用过电动牙刷的话 不妨先试试这一款 其实这款牙刷是情侣款 我手里只有一个白色的 它同样还有黑色款 还有粉色款 你可以任意搭配两个 然后来组成情侣牙刷 你可以送给你的男朋友 或者送给你的女朋友 看了一下 它三个颜色还都蛮好看的 所以我觉得 你趁个什么什么节 拿出去送给你的男女朋友 我觉得还是挺贴心的 还有最最重要一点 我忘记说了 就是我在这段时间的使用过程中啊 一般来说 我们清洁牙齿的时间 一般是在两到三分钟 是恰到好处的 所以这款牙刷特别贴心的一点 就是它会在你两分钟的时候 它就自动停止工作了 如果你当然 如果想刷更久一点的话 你就可以继续刷 但是对于我这种懒人来说 它已经给我掐好时间了 我只需要按照它规定的时间 然后去做 就已经非常的省事了 它这个设置的两分钟呢 是避免大家清洁过度 我觉得这一点 做的非常非常的贴心 好了 说了这么多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对电动牙刷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我用电动牙刷这段日子 还是感觉挺新鲜的 所以呢 也把这款电动牙刷推荐给大家 这个价格可以说是老少皆宜 我觉得我这款电动牙刷的 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所以呢 如果你是想入电动牙刷 但是还不知道 该入哪一款比较好的呢 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一款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啦 如果你喜欢这支视频的话 欢迎给我多多点赞 多多评论 多多弹幕 如果你喜欢我的话 欢迎关注我的这支频道 我还会持续更新 我还会持续更新的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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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